嘿兄弟们 这里是超级客 我是阿杰 众所周知啊 做UP 多多少少都能在厂商抱抱那儿 嫖着那么一点东西 今天阿杰就带大家来看看在超级客专业的电脑有多爽 带大家感受一把现实版的赛博爽温 这里有一块13代U 14代U通式的 普普通通的奥际Z790缺血S 还有一个奥际龙神三代的360ARGB一体化水能 嗯 不错不错 同样是白色S-TAC八代方案强化扇子 配合Z790缺血S 刚刚好 CPU方面就选择了一颗普普通通 普世无法的I9 14900K 大哥从小日子鼓 长大以后开路鼓 弟弟从小就从弟 长大得玩 奥际 为什么我会选择这块主板 才不是因为奥际 才不是因为缺血机 才不是 像我们经常折成电脑的朋友就知道啊 我们倒腾一台电脑最烦的事情就是拆显卡了 小艺人的显卡倒还好吧 那种又大又长的显卡 拆起来就非常的麻烦了 大家懂得都懂 这块Z790缺血S提供了一个显卡易拆键 一二易拆 非常的优雅 而且还支持新一代的高速WiFi器 估计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工作效率 还有一桩一体化的Io挡板 QLED故障整段灯 以及非常方便 不用拆显卡 也不用抠电池的一键BIOS清除按键 后置的Io接口还支持了30W的PD3.0供电 这一项摸局的时候 再也不用担心手机没电了 内存方面采用了十全科技的两根 十六级6400DDR5内存 显卡的话我好像记得测试平台上 还有一张4070 反正放这也是吃灰 不如扣下来给我办办公 至于电源硬盘机箱就在公司随便找得找 一台普普通通的半公机嘛 配置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用太好的 实在不够的话 咱这款推雪还有额外的4个M盘位不够在家嘛 唱跳远篮球 接下来的话我们还是浅浅的来测试一下 我们这台电脑的半公性的吧 因为我们这款ROG Z790XS配备了非常不错的 16加1加2响供电波主 所以我们在测试之前可以直接在BIOS里打开 咱的最矮滑硕的AI智能操屏 这样即便咱啥也不懂 也能让吹雪机帮我们操屏啦 内存的话因为这台电脑摸鱼以外还要见见视频 所以我们就随便开个XMP就可以了 你说我为啥选择这个龙子3代 那不就是图这个325寸的小电视嘛 实测这套组合AIDA64单卡FPU 20分钟后温度也只有70度出头的样子 看来ROG的小电视却是挺给力的 而且频率也是能稳定在4.6G 要知道这可是个32个框框的i9瓦 吹雪机这个表现还可以吧 接下来我们直接运行一首国产3A开放世界冒险大作 原生启动 好的以上就是关于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你喜欢这台主机吗 你觉得这台主机怎么样 如果觉得视频还不错的话 大家可以给我投个免费的币 或者把3D给我点一下 这对我真的非常重要 好的这里是超级客 我是阿杰 我们下个期再见